你好 spy 以她的風格 不是要把自己當禮物送給我吧 这个开场已经很隆重了 别的礼物我们下次再送 行不行 从今天开始 这个餐厅还有我的永久使用权 就归你了 好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怎么跟我想象中的感动程度 有点距离啊 月月生日快乐 谢谢 以她的酒量 我今天非醉不可 不行 得拿出我的必杀计 自家喝酒 要喝 就要喝开心 你这是干吗 小蜜蜂啊 我不会 不是吧 也太没有生活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平时的生活都是些什么 这样 我教你 就像我这样啊 两只小蜜蜂啊 飞到花丛中啊 飞呀飞呀 剪刀 不 敢不敢 怎么样 我还是不会 你该不会是想把我灌醉了以后 对我图摸不轨吧 我是那样的人吗 嗯 我 要不然这样 我先让你量杯 怎么样 没事 这下可信了吧 可以可以 来来来 玩 两只小蜜蜂啊 飞到花丛中啊 飞呀 飞呀 错了错了错了 喝吧 来 嘴 两只小蜜蜂啊 飞到花丛中啊 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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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吧 不是说不会吗 你走了 两只小蜜蜂啊 飞到花丛中啊 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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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输了 月啊 你刚才输了 输了 我怎么会输呢 明明就是你 你啥开 出老街 你滑圈出老街给我看 我不管 我要去南小街喝一次 我不选 你又不许什么 我不许你再吐了 原思雅小姐 你是否愿意嫁给眼前这个男人 爱他 尊重他 保护他 无论疾病或健康 贫穷或富有 始终忠于他 直到人生尽头 你愿意吗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好 福 这 可以 至千辛 站不安 输一 都能 参加 你要 小小姐 早啊 葵姨 早啊 葵姨 早啊 她起床了吗 小小姐 你吃点早饭带走 那补充体力啊 我不是 我那个我 餐厅还有事呢 害羞了 小小姐 月月 进来 早上 昨天辛苦了 给你加个餐 哈哈哈哈 看见月月了吗 袁月月 你为什么跟我执着自己 哎 人不方流往少年嘛 再说了 那些都是酒精的错 那能怪酒精呢 你一个体育生 连铁品都不在画像 那都会反抗不了他呢 所谓的酒和乱性 那都是店口 算了吧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既来之 则安之喽 可是 可是他毕竟是名音上的姐夫啊 可是他喜欢的还是圆月月呢 酒不能有节操一点吗 咱们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 站着干嘛呀 怎么不进去啊 哦 他们还没回来呢 笑容说 小元带她去做市场调研了 市场调研 嗯 她一个主厨做什么市场调研啊 哎 小元是老板嘛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咱们也没权利多问 对吧 这里 缢球 挂我电话啊 用你手机打给他 哦 快 喂 啊 喂 小元 你现在在哪儿啊 别擦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挂我电话 又挂了 要不 我再打一个 世界终于安静了 你今天很诡异哦 哪里诡异啊 我们餐厅 有必要到一个甜品店 来做市场调查 对啊 万一以后我们店 要推出甜品呢 我们店是个中餐厅 中餐厅 就不能推出甜品啊 可以 那你为什么要挂老温电话呢 专心工作的时候 不能被儿女私情所打扰 这不是你说的吗 要经验 哦 你们吵架了 来来来来说一说 我帮你们分析分析啊 我就是 我就是 突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我现在一看到她吧 我就会想到 特别多的东西 比如说呢 床 对不起 看来你根本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喂 她为什么躲着我 我说她为什么要躲着我 她 她说 她一见到你就想到 床 啊 那你们现在在哪儿啊 我们现在在 哎 工作的时候 不要接电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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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yo 小晏姐还没回来吗 她没给你打电话吧 没有啊 她电话关机的呀 你说这丫头 这大晚上的 一个人在外面 怪叫人担心的 你说 等等我 那个 要不咱回屋里等 看这天挺冷的 别冻着了 以我多年看剧的惊讶 这一般女孩子 都是欲惧还迎 小元界虽然表面抗剧 但她现在心里指不定就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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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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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进去了 我自己等 好 我先进去了 那我先进去了 我先进去了 你看看人家对你多在意 你就这么回报他吗 不要相信 他做这么多 只有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 床 喂 你是天使 能不能纯洁一点 善良一点 让我把脸往哪儿放 好 不错吗 学会吊火离山了 你打算躲到什么时候 你干嘛总躲着我 我没有啊 那你刚才在外面干嘛 看星星啊 你应该不会是 害羞了吧 我是那么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啊 你见过世面 口好渴啊 下去喝杯水 你还跑不跑啊 你还跑不跑啊 我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 你还会这么对我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没有 我就是 我就是突然一向心里 特别没有安全感 那我就给你安全感 月月 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 我都会喜欢你 你在我心里面 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人可以代替我 真的吗 当然了 这个答案你还满意吗 那你还不表示一下 你 你 是爱情吗 是爱情吗 让我不法自拔爱上你 是你呀 为情应许偷走我的 五十五 好 谢谢啊 小哥 你买啥子 刚才那女孩买了什么 你给我来吃的 四个啊 好好好 验韵棒 小龙啊 有个事想找你咨询一下 我有个朋友 她呢 有个姐姐 你这么慌张去哪儿啊 这么重要的事 怎么不跟我商量 老板 这个需要您签下字 好的 文娟 假如你的女朋友 要是怀孕的话 老板 我是不会让我的女朋友 未婚先孕的 我是说假如 不不不 老板 没有这种假如 月月可能怀孕了 其实犯合同诈骗罪的 是你那个朋友的姐姐 但你这个朋友怀孕了 按照道理来讲 孩子是享有合法的继承权的 可继承的这个财产 也算是诈骗所得 如果说过大 超过千万的话 这事就麻烦了 那如果过一呢 那你这个朋友的量刑 就是无器徒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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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又是那个朋友吧 怎么可能 你看师父像是一万富翁吗 他不是吗 我建议你的这个朋友 早点和对方说清楚情况 私下和解 不然的话就自首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坦白从宽 事情越来越麻烦了 女孩嘛 遇到这种事情 情况也是对的 可是遇到这种事情 不是应该第一个告诉我吗 老板 说句心里话 小元毕竟还是没有得到 董事长的认可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是没有想到你 可能他是真的自己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是他更不愿意让您为难 既然如此 我得让爷爷认可月月才行 本事宽 这 廉 你 你 老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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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就要當爸爸了 是吧 隨便到底偷偷退走 為什麼 我還剩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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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 不管她是男孩還是女孩 我都喜歡 要是男孩的話 我就教她打球 要是女孩呢 就跟你學做飯 要是雙胞胎的話呢 那當然是再好不過呢 我都不知道 原來你這麼喜歡小孩子 不是我喜歡小孩 是因為她 是我們兩個的孩子 看到你之後 又開始說胡話 難道這是愛情嗎 對了 我帶你去爺爺家 去爺爺家幹嘛 你現在已經懷孕了 爺爺不能不承認我們 我們呀 再也不用瞞他了 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訴他 我們已經和好了 你這裡懷的 可是溫家的骨肉 以後溫家呀 你最大 只是 是不是有點太著急了 你看 還沒確定呢 這個說不定也不準啊 對吧 我都已經把工作推了 回來了 而且我都跟爺爺打過招呼 說我們一會兒就到了 走吧 那是不是有點太草率了 不草率啊 正好你到現在 都沒有正式拜訪過爺爺 今天一起去 把所有的誤會都解除 要不然還是再考慮一下吧 走吧 對了 媽 媽 怎麼不好啊 現在就去把婚姻給我解除了 媽 媽 我正準備去找你呢 這都快一個月了 實在不好意思啊 這回我有失水準了 畢竟啊 跟她離婚這麼多年了 有點摸不準她的透露了 那你在哪兒找到她的呀 以我對她的了解啊 她肯定會耍小聰明 自以為最危險的地方才最安全 我想她肯定就躲在老家的茶館裡 就在串田市跑了好大一圈 找遍了所有的茶館 沒想到 這叫兵不厭詐 沒想到吧 我現在躲在我們自己家門口 誰讓你開口說話 閉嘴 這個不好看 咱們現在就去找溫老太爺 我們確實是這麼打算的 不過有個突發狀況 什什什什麼 月月她 懷孕了 你選 可以呀 速度快 效率高高 你看咱們現在這個情況 我們沒辦法拉 不過勉強算起來 極大歡喜 所以我們打算 先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你 別的事情再慢慢商量 你做什麼 我自己兩個人 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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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聖 一職 一職 我怎么会开车 别吵我孩子睡觉 有件事情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你担心爷爷不认可你 可是你现在已经怀孕了 他没有理由再拆散我们了 可是我 可是什么呀 走吧 什么 你竟然让他怀孕了 我知道和月月和好的事瞒着您 是我们不对 可是事已至此 我相信 您不会去拆散一个家庭 更何况 您不是一直想要一个重孙嘛 你也不喜欢我 对吗 我看在你啊 有自知之明的份上 那我就勉强地接受你为 我们温家的孙媳妇 谢谢爷爷 快 谢谢爷爷 整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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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啊 赶紧把这孕妻的营养 产后的护理 等等这乱七八糟的课 全都给我报 有喜了 有什么喜啊 我们温家第四代 都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他就有了 不是你瞅你那 瘦了八计的样 可千万别影响 我崇孙子的健康 现在母秀时间到了 你现在回去睡觉 好好给我养着 那爷爷 我们就先走了 爷爷 我 你怎么还不走啊 你别昧着我崇孙子 走吧 爷爷再见 走 你自己可 Jun 还要 我 你 我 我不想 讨厌 我 这 你 那 你 不在意的 不在意的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去哪过生日都一样 我呢 在永安市看中了几个项目 我想我们过去之后啊 可以慢慢先发展事业 然后再买一套房子 好 最重要的是 你要给我收两个可爱的帮帮 算了 还是到了永安市 一切都尘埃落定以后 再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吧 这点苦瓜 好 来 这 老板 孩子的名字想好了 当然了 我早就想好了 您看啊 我的英名叫三 四俩的小名呢又是月 所以我们的孩子不管是月 我由大家带着 带着你啊 小师娘 好好看 人家还在哪上 才已经回来 对 我不能压它的 而 直接 约约 你还好吗 你没事吧 我来答应妈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要不然我们去跟爷爷认错 就说我们验错了 验错了 谁知道那个破玩意儿过期了呀 他不准啊 我们还是去跟爷爷把话说清楚吧 可是爷爷不会允许这种错误发生的 可是这种事情他也瞒不下去啊 那也不行 他要是知道了 会立刻把你赶出温家的 那能怎么办 总不能现在立刻马上怀一个吧 我看靠谱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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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拿下 我的孩子怎么能长得像别人呢 元月 起床啦 嗯 去吧 起床了 我的孩子多别人 laş之蛇 你怎么会用我们家户口本啊 我派人去你爸那儿取的 师傅 你到底想干嘛呀 你看啊 我们都已经打算要孩子了 总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是个黑户吧 所以呢 所以我们今天去民政局 把结婚证给领了 可是我们还没把约结了呢 那你能把你爸绑过来吗 那你能把你爸绑过来吗 我不能 事实是这样 你看要不然我们还是找一个良辰吉日 我们去找大师算一算吧 不用 现在已经是科技时代了 不用找大师 今天就去啊 会不会有点太匆忙了呀 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我有必要去买件衣服 不用买衣服 你看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好 怎么 不想跟我结婚了 我想啊 我做梦都想 那赶紧下车啊 来 你要记住 你妈妈的名字啊 叫袁思雅 孕恼 等一会儿我们领完证啊 我们就去好好读一个蜜月 这段时间啊 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玩就行 等读完假回来呢 我打算把家里重新装修一下 现在色调呢好像有泄露 不过最后呢 我一定给你个名正言顺的婚礼 月月 我们和好的事情 瞒着爷爷她已经很生气了 她要是知道你是假怀孕 肯定会接受不了的 所以 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办法 就算爷爷到时候不同意 我们也把证领了 我相信 她能看到我的决心 走了 恭喜二位 请出示一下双方户口板 谢谢 月月 户口板 这位小姐 请问您是资源来结婚的吗 不是 不 对不起 我不能跟你结婚 你知道我到底是谁吗 你该不会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吧 我没跟你开 对不起啊 有一点激动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 我是 我是袁思雅的双胞胎妹妹 袁月月 我姐在婚礼前夕逃婚了 我爸连虹带骗 把我抓过来顶替她 所以我才在婚礼当天逃跑的 我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告诉你的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怕连累我的家人 对不起 是我骗了你 但是我不能再冒充 我姐跟你结婚了 我要是不装作老男人吓你 你应该早就说出真相了吧 你应该早就说出真相了吧 你不用担责任 揽到自己的身上 我不说是我的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一起面对她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没关系 我知道你的故意 你是害怕原家受到波及吗 那我也不该骗你 我这种老男人吓你的时候 其实也很怕说出真相 我在外面有野男人 我是因为他才逃婚的 他是我朋友 该不会就是你跟我提过的 野男人吧 所以你那个时候 你是吃醋了 我老婆有野男人 我不吃醋 拿着放鞭炮庆祝啊 你想解约呢 也没有问题 真的吗 一百万 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一万 十万 那你没事为什么不去上班呢 我就是一个卤士 老子气 这不就是典型的 抑郁症症状 问我要十万块 还装抑郁症 你们一家都是王子笔 王子都被你整抑郁了 早知道你也喜欢我 我干嘛费那么大劲啊 所以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我答应你 以后我再也不会对你说话 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秘密了 别骗我 你刚害怕失去我对吗 我才不害怕失去你呢 刚才是谁说我不会说谎的呀 全世界都不如你 我怕 我怕失去你 可是爷爷那边 爷爷那边我来想办法 我真的喜欢你 就是谁都不能够代替 我怕失去我 就像你 Pi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担心我那虫孙子 在你肚子里边受委屈 爷爷 我没有那么娇气 我觉得 你觉得可不管用 你看你现在瘦的 再给我翅膀十斤以上 爷爷 我跟他刚结婚 您就住进来 不太合适吧 我说合适就合适 这是 要请我的心 你不可以 你会经历 你自己想担心 我去要计划 你去去 看我想我 也不知道 他怎么会 你也不知道 这就来 为什么 不 我 快 快 慢 快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道别生了 李太irect 肯定是 你们联系 Invest 一项 警 physician habla 他们也不爱 找命啊 切户率 diss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总算有惊无险啊 总算是蒙混过关了 不过啊 这才第一天呢 管他呢 反正今天总算不用再见到爷爷了 你今天晚上就别在这儿睡了 爷爷 我们是夫妻啊 谁规定夫妻就得睡一块儿 你说你小时候睡觉的毛病多的是 你万一要把我那虫顺子给踢着了呢 爷爷 不会的 而且我一个人睡的话 我晚上会有点害怕 那就开灯睡 好 我给你放电 你要去哪儿啊 爷爷 我上个厕所了 年轻人哪 血气方刚的我可以理解 但是为了孩子 你能不能忍一忍 爷爷 我真是上厕所 天真是个游戏 太快了 爷爷 您怎么还不睡觉啊 人老了 叫少 算了 算了 我投降了 我真的回去睡了 起来了 快点儿 你 把感觉反过来 睡了 似的不得了 还没什么 把我乔回了吧 我老似的 你露了 你不不为我 就能不能事 是十分的难堪 丢了咱们温家人的面子 现在你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要把温家丢在地上的面子 给我拾回来 爷爷 捡面子归捡面子 能不能等我睡醒了再说 现在也太早了吧 你给我起来 您看下这款 它的质地和橙色都非常大 而且是出自名将之手 光打磨的工序就好几十刀了 还有这款 老爸 今天怎么这么糟 这款也非常不错 爷爷搬去我们家住了 那我用他刷一个剑筹拆招招吧 老爸 今天怎么这么糟 这些就是我们店最新的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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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吧 臭小子 这选结婚算金 你哪能那么随便 连长哥 你这个店里 就没几件像样的珠宝吗 有有有有 你这个店里 就没几件像样的珠宝吗 你看 这就是我们店的镇点之宝 这是价格嘛 你就不要报价了 我要了 还有这个项链 一起打包 好好好 爷爷 你要那项链干嘛呀 爷爷我有钱 我任性 辛苦了啊 您慢走 不客气 欢迎下次光临 霸道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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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整佛 没有 你灵快 还有 你灵快 혹 是不是 瑋 Kir 我 好 噢 爷爷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我还以为逛街是女孩子的喜好呢 原来爷爷好这口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爷爷 拿着 给你你就拿着 谢谢爷爷 那么小家子起啊 记住了 你现在可是温家的长孙媳妇 你这点礼物都承受不起吗 长孙媳妇 爷爷 来来来 谢谢爷爷 爷爷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但是您听完以后 千万别生气啊 我猜啊 是有关袁思雅的吧 您怎么知道的呀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亏待他 只要他平安地把孩子给生下来 我就会把温氏的股份 化一部分给他 爷爷 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 我这件事情情况比较复杂 我一时间 不知该从何说起 那就等你想好了再说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只可守护在他身边 别让他和孩子有什么意外伤害 如果我崇孙子要是出现什么闪失的话 那我就拿你们俩试问 您就那么在乎这个孩子吗 那当然了 你现在已经不听我的话了 那我就只有把所有的希望 寄托在我的崇孙子身上 不许可守护 对了 思雅让我跟您说一声谢谢 她说 您给她的礼物 她很喜欢 不用谢 这点礼数 我们温家还是有的 爷爷老了 你们那个求婚仪式 爷爷都不参加了 留给你们年轻人自己折腾吧 但是别忘了 别丢面 我来 陪先生 我找你好几次了 你都不在餐厅 听说你回川田市找电电了 请问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关系 包括颜月月 该不会 你可以想要接近我 你说对了 不是说好不喝酒了吗 怎么自己又在这儿喝上了 你又打我 这是你第几次骗我 我骗你 我骗你什么了 我骗你 还敢说这照片上的人不是你 还是想说 连照片都是假的 对 照片是真的 但我也不想这样 所以一开始你对我巨星婆子 故意接近我 怕我躲破你跟袁思雅的关系 是不是 对 谁也不许伤害袁思雅 真正伤害他的人是你 是你带他讨婚 让他妹妹无缘无故 代替他 让你弟弟蒙在鼓里 爱我 我真是个傻子 对 我承认一开始接近你是为了试探的 但后来我发现 你是个不错的 不错的朋友 更是个不错的兄弟 我不告诉你 并不是因为我想骗 而我是怕伤害 我自私 你跟思雅太惹我失望了 看我笑话 把真相说出来又能怎样吗 难不成 怕我强敌女人吗 怎么按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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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有 空 你 你 但是唯独冤死呀 谁也别想把他从我手里夺走 我弟都不行 你他妈也休想 你们看下来 我看下来 你们看着眼睛 说一尾 看 看 什么 喂 喂 是我 袁思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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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时候偶然发现 夏荣啊 你平常读这么多法律的书啊 你怎么会有我的照片啊 而且还被撕伤两半了 这个 不是你 那这是谁 我一模一样 我还在是没的 大学时候的前男友了 肯定就是了 难道你是因为我和你前男友长得像你 才会跟我在一起的 当然不是啦 他是渣男 你是小可爱吗 你们不一样的 不对 你大学时候的前男友 你居然还把照片留到了现在 说明你心里现在还有呢 你说我们两个不一样 其实也就是性格 难道你觉得 跟我在一起 就是在和你的前男友在于前缘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是不是猜对了 我都说没有了 我觉得你想太多了 龙主理不是说了吗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我也这么开导自己 可现在新的问题山上了 因为我生这件事的气 让笑容觉得我很小气 觉得我们性格又不合 不适合在一起 我 我帮你 龙主理 龙主理 约约马上要到了 你跟文君 去帮我接一下他 好 好 谢谢啊 喂 怎么了 您现在马上回老家 等我晚上过来找你 可是我现在 约约 就当姐姐最后一次在求你 你一定要帮帮我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温静晨在内 不然 不然我会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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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对对的 verdade 怎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别着急 他可能是堵车了 我打个电话 怎么不接啊 这个小荣啊 我不该那么小气的 之前也是个小事嘛 虽然是小事 但这件事情折射了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你知道两个人在一起的冲药条件是什么吗 是五官 但决定两个人能不能长久在一起的 是三官 我不跟你说了 你怎么还上升成价值观层面了呢 那我五官过关了吗 还行吗 那五官过关了 三官还可以改的吗 三官还可以毁呢 姑奶奶 你总算是来了 评稳有提升嘛 同宽姐妹头 怪不得来这么晚 对对对 赶紧的 人家都等着急了 你不是约 你是袁思雅 你听我说 现在情况有变 裴修哲很可能 已经把事情都告诉了爷爷 月月呢 他人在哪儿 我已经让他回川田氏了 现在很多事情 我没法跟你解释清楚 但是 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所有的事都不要告诉月月 还有 告诉你哥 让他不要白费力气找了 袁月月小姐说 赶紧那种事 你也得伤态 你 Flint叔叔 你很快 赶紧 这就是 我们老挤了 给你个原谅 给你 习惯了 你皮肤了 我帮你 给你个有的 你要好 我不能 这还有无论 我想你袁月月小姐 心里应该清楚 袁月月小姐 你有权保持沉默 若你这是我们的家事 上上不倒法律座面 爷爷 袁月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这中间有很多误会 您听我慢慢跟你解释 我不想听你解释 袁月月小姐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 你们袁家 和我们温家对部公堂 走法律程序 我一定会告得你们袁家 倾家荡产未知 按照合同规定 我会让袁家石 袁四雅 做我一辈子的牢 这齐二呢 你现在马上 从金城的身边永远消失 被噓头的 可选了 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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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我欠她的 张医生 你跟了我十多年 你就为了那么一丁点的钱 违背了一个做医生的医德 袁小姐 她确实是怀孕了 怀孕了 你为什么收钱呢 靳晨 袁月月是不是没怀孕 对不起爷爷 这件事情 确实是我们骗了你 冤枉 袁小姐 她确实是怀孕了 张医生 对不起 这个事情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没想到 给您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我行医几十年 可从未出过错的 好了 张医生 我呢 重新找了个私人医生 你和我的管家交接一下就可以了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张医生 请您这边走 没有 请您 请您 左边 指 您 右边 是 左边 右边 左边 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只想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呢 你去哪儿 哥 哥 哥 你冷静一点哥 裴救者 你以为你报复的人是我吗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原因 思雅被爷爷送走了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本来要送走的是袁月月 思雅觉得对不住他 于是代替了袁月月被送走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温家的错 搞得什么豪门温怨 把思雅牵扯进去 你又是什么 有什么资格对别人的感情指手画脚 当然有 因为某人假装我的朋友 来对我的感情指手画脚 都是因为你 四雅才会被带走 你再说一遍 哥 你冷静点 你却倒了杯喝的 冷静一下 你怎么会被带走 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我哥 从小就没有被我爷爷认可过 所以他才会对感情的事情 非常在意 都是我的错 不用那么虚伪 我刚跟喝多了 我承认我虚伪 有一小部分原因 是因为嫉妒 因为自私 因为愤怒 对不起 你怎么会被我承认你 你去哪儿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好 对不起 你不用跟我说什么对不起 你怎么对我都可以 但是事关私养 我不会轻易原谅你 多说无用 我会用行动来证明 怎么证明 我向我所有的努力 去证明 我应该吧 我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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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Shamhar 我 我姐呢 你姐让我来通知你 说你做得很好 我做得很好 他没事吧 他能有什么事啊 你放心吧 我哥啊 一定会保护好的 不是 那他把我护约过来干嘛 可能 是想给我们制造一个 浪漫的约会吧 约会 我们先放下这一切 等约会完了 再回去把事情 跟爷爷说清楚 我饿了 我们进去吃饭吧 呃 去这家吗 看上去挺不错的呀 你还真会选啊 这是我以前打工的餐厅啊 陪修哲开的 那就更得进去吃喽 走 你确定你不会吃醋吗 吃醋 我像是会吃醋的人吗 嘿嘿嘿嘿嘿 走吧 小妍 你跑哪里去了 走都不告诉我一声 哎呀小妍 我去闻大事啦 哦 闻大事 你不会去找裴老板了吧 没有 你别误会了 我去吃有别的事情 哎呦 可别找啊 就我们这些关系 你就别藏着掖着了 你对裴老板的心思 我早就知道了 说吧 你和裴老板 发展到什么关系了 兄妹 啊 他怎么可以把你当妹妹 这不是发好人砍吗 照我说 你就是太不会撒娇了 是啊 他确实不太会撒娇 这位是 他未来孩子的爹 正是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男朋友 温靖辰 我曾经还以为 你和裴老板狼才女貌 你对他大意 不并吗 谁还没有看走眼的时候 你这是在骂我们老板吗 没有了 臭姐妹 她是在骂我啦 你别误会啊 快点 你去帮我们上点菜吧 去吧 随便上点什么都行啊 去吧去吧 去吧去吧去吧 不是说不吃醋的吗 看来你在川田市 过得不错嘛 全世界都知道 让你眼光不好 喂 你能不能公平一点啊 我也没有就这叶子鱼不放啊 哎呀来都来了嘛 我要是不吃点醋 现在我对你多不用心啊 哼哼哼哼 谢谢你的用心啊 要不然我们去了解点别的吧 要不然我们去了解点别的吧 比如呢 比如 我的兴趣爱好呀 女孩子喜欢来这种地方 当然啊 抓娃娃呀 一会儿就知道了 不用心 给我走 好 老龙 黄姐 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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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与回来了啊 来来来来开一局啊 有 那还敢跟我叫呗 你走了以后 这里的人就没人赢过我 看来这一届的玩家不太行啊 开一句我看看 这个大叔是谁啊 几岁啊就叫我大叔 我零零年的呀 怎么了 月圆 你交流也太广告了吧 那是因为我长得年轻啊 大叔 说那么多干嘛 敢跟我拼一局吗 开就开 开多少局都行 来 让开 来 没事 你确定不会玩 不会别逞强 我朋友会 会 我会 我会 来 碧已 放手 打 晚安 太好了 输 输 好吧 什么呀 说了你不行吧 我这游戏手柄肯定有问题的 有本事够换吗 换就换谁怕谁啊 来 走 换就换 换 加油 又赢了 太好了 行 姐姐 我已经输这么多水了 你朋友就不能给我个面子 交给我 差不多我把你找回来 起来 加油 怎么看见没有 我女人 靠女人 你有什么得意的 我 就 那个 我们还有事就先不玩了哈 我们走了啊 你要走了 那我们先走了 行行 感谢再见啊 拜拜 拜拜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座桥吗 哦 我想想啊 就是在上面举行婚礼那座啊 嗯 传闻呢 是真的 传说在桥上订终生不会分手也是真的 只不过不是商学院的桥 是我们体校的桥 你还真是体校毕业的啊 当然了 短跑长跑扔铁饼都不在话下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欺负我 不敢不敢啊 送 算了 灯 egy啊 嗯 是不是 在这个桥上面求婚 两个人就能一生一职在一起 不分开啊 那可说不准 说不定过两年 学长和学姐离婚了 估计还得再上一次新闻 你这个乌鸦嘴 传说都是骗人的 你看 那边还有个许愿亭呢 据说在亭子里 许愿的情侣也不会分手 结果到了大四呢 说散就散 该回家回家 该找骂找骂 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吗 本来就是试试啊 走吧 过去看看 店轧 在家里边 店车 店转门 店转 店软 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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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月月 你给我 你竟然敢背着我出轨 出轨 你对出轨这个词的定义 你对出轨这个词的定义 是不是有什么物质 那你倒是给我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 那我当时不是年纪小呢 我也没见过世面啊 所以我才看谁都想嫁 那我不管 你也要给我写的 而且啊 要比这个更加真挚 好 好了 希望我以后可以嫁给温建成 你就改了一个名字 也太没有诚意了吧 能够遇见你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 有了你 我的生活变得绚丽多彩 有了你 世界变得如此迷人 你是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是你 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 天说 宜月月呀 过来 芯姊 心思 鲑姐 小小的曾经冥有过 才会难过 越是喧渴 个酒乐不 ancestral 忍耐着结果 你的选择 可惹能爱 不放手 这个上面的承诺啊 你可要遵守啊 又不是我写的 可是你签字了呀 是你逼我的 秦叔这种需要文采的东西 我是写不出来啦 所以说 这个应该是我的封闭制作了吧 然后呢 爱 变成回忆的漩涡 吞噬我 如果再联络 该说些什么 身份又该是怎样的 沮丧 怎么不走了 怎么不走了 今天 是我重新认识你的一天 你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比我想象中的 要更接地气 但是我就是喜欢你的帅人 喜欢你的洒脱 是你让我知道 原来生活还可以像现在这样 所以我希望 以后你可以拉着我 一直跑下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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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 对 小元姐 我的余生 就交给你了 你可千万不能把我抛下了 我答应你 以后我再也不会逃跑了 就算要跑 我也带着你 我们回去吧 把事情跟爷爷都坦白了 我要光明正大地跟你在一起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一起面对 是应许偷走我的心 我该怎样 怎么也冷静 有我对你生活 我不爱你 怎么样才能打动你的心 是爱情吗 让我对你一见有钟情 是爱情呀 就连自然也